官发69岁 黎毅 辽园市二房建工会退休 退休金2800元 家住辽园 住房面积88平米 大哥 你咋穿这一身呢 我这不送罐吗 要不是呢 你把这不关切吗 现在就是干这个送罐这个吧 米面油也是有几袋加碗了鞋 我这都不多 就邻居用一用 还有 还卖米面油 他咋的呢 他有这个我这关切 把家伙拉 没有米面油我就给烧一个 就那么的 不专门卖 那这个一个月能额外挣多少啊 反正对付工资就行 两千块 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的 你看看 虽然关大哥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现在干起了换煤鸡罐的活 关大哥说 他最不缺的就是利器 干起活来可浑身是劲 你看到吗 这会儿老陈了 你看 这一下扛上来 你真有力气呢 你别的罐子不行 那你通常扛过几袋 老陈了 最高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七斗斑 送完煤鸡罐后 红娘才跟关大哥来到了家里 可这刚一进门啊 红娘着实被震惊到了 谢谢你啊 蛮劲的啊 哎呦 我天哪 啊 那这些啥都是你买的啊 啊 这都是我遇上啥 可能古董是啥啥的 你喜欢这些鸡鸡 啊 这个画啥 中国传统嘛 这是画 人家在艺术上 人家在画过去不想人家在画中走 是吧 都是 这来到关大哥家呀 几乎每个房间都摆满了工艺品 墙上也挂满了字画 这不 关大哥也兴致勃勃地 带红娘参观起了自己的宝贝 你看这小牙子 你看生出的牙蛋 这牙蛋生小牙子 这小洗衣盆 你看 大哥 你买这些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哎呀 那你 这可老家的 好几万 好几万 最贵的花过多少钱 最贵的是哪个呀 凳子那边六千 啊 就这个凳子 只要是好看的 那些工艺品不是真的 我看着好也行 你看那琉璃的小哥 这一顿多好 大哥 我第一眼见你 你没行为你家这么古色古色 那你看 隐生可以啥都没有 但是不能没有艺术生活 从小就热爱艺术 管大哥说啊 他从小就热爱艺术 现在喜欢收藏这些古玩文玩 也跟自己画了一辈子画有关 我在十九岁毕业到才艺术学徒 完了结果那二年之后呢 部队接兵 那下俺们厂的画廊跟哪儿 赶小俺们厂的画廊就在大世界 这几个当兵的 那一看这画廊画的 那车中车火那灯灶的 像亮似的 啊 你要别人说那画画的都有立体 说正好你们厂 你们厂的 咱们画一个画廊 看得挺好 这谁画的 他够给我当兵 完了一提 那我那边正好十九二十 蛮说的就行 关大哥说 在部队的时候 一直负责宣传篇布景 当兵回来后 他被分配到了二房建工会 依旧从事画画工作 虽说多少年都不画了 但看得出来 大哥心里还是热爱着 这不 关大哥要给咱红娘画上一幅 你看 比如说这个房子吧 这画画的一个 山的一点 就山啥都来了 你看 啥画都画 我没告诉你们 这 这画啥 啥画都会 那油画啥的 国画啥 你太烦了 关大哥说 他一辈子的工作 都是写写画画的 如今他也退休了 平时能够像这样 陶冶情操也挺好 可为啥他现在 还要去扛煤气罐送米面油呢 你看我现在用啥 我不干也行 我两千八 一千块吃饭就够 我这一年有个计划 有个希望 我能给我姑娘交给养老保险 你现在给姑娘交养老保险 那得交啊 你小孩儿吧 你姑娘现在多大呀 现在四十三 四十三 你小孩儿呢 姑娘四十四 她有八十岁那天 她也在我面前 她也是孩子 我得服务者也得管 一年交多少钱呢 现在一万多吧 养老保险 你给姑娘从啥时候开始交的呀 交多少年呢 就是那啥 钱得开始补的 那你不补不行 以前我都告了嘛 以前欠 多少钱呢 欠毛都得补 补了多少钱呢 一共七万多补 那那 都是你花的 那你给他管一管事的吧 大哥现在给姑娘这个养老保险 一共拿了多少钱 去年一万 今天三万多 今年一下子交三万多啊 百分之三百嘛 你看不三万多嘛 你一共给姑娘养老 将养老保险 一共拿出了十个万了 那你看你这交吧 那过年还没到 这是你花了多少年的钱呢 你咱们省吃兼用咱们 我连研究都不会 关大哥说 他现在省吃兼用 都是为了给女儿交社保 如今女儿还有七八年退休 那这关大哥的女儿 为啥不自己交呢 他现在没工作 都给别人给网上卖袜子 没有 都是正式工作的 都下党了 原来个东海服装 女儿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买袜子 他现在一千都是 那工程少了 还不一定的是吧 女儿用不用你交啊 那不用 总说你能交他更好 那你说女儿都不用你交 你为啥还要给他交啊 他不像人家 那百万的条件太好的 那不就干好了吗 人家老保就交 大哥你说你年轻的时候 就为儿女操劳的 你说现在老了 就人嘛 人就得这样 人就是这样 动物它也是 喂小鸟被人家捕住了 被人捕住了 大脖子挂了 他到死了天 嘴里还叼着虫子 想 样子 屋里还有样子 小孩不能让他有一点困难 你有一口不是给孩子吃的 他心里高兴的 关大哥说 他自己有劳保 吃穿都不愁 但他要趁着自己 还能干得动的时候 多帮帮女儿 可即便这样 关大哥也表示 他对于将来找老伴这事上 是绝对不犯愁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陪伴你最后度夕阳的时候 还是老伴能在你身边 所以说他就有病了 真死了那也多闲 咱都得看好 看好还能多陪我一天 那时候就是这一项了 啥也没有了 什么儿女 谁有人不能顾了 是啊 都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从1997年 关大哥因性格不合 和妻子离婚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好了打算 如果再找老伴 他一定会为对方 安排好今后的生活 那到了晚年 关大哥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我找就找这个 因为跟我能过日子 咬牙是行 啥也不吐 就吐跟我过日子 你要饭我给你当棍儿 没有什么你我吃饭的 了解了关大哥的情况 红娘联系了同住寮园市的 高金蓉高大姐 是高大姐吗 您熬肉呢 谢谢你 高金蓉58岁 散熬 卖过服装 家住寮园 住房面积50多平米 大姐 小大哥可以你买的新的 买的干啥子 肥子洗 进来来 高金蓉 高大姐 这个是光大大哥 行我 啊 这也不过个事 我去这么大 我去洗手 进来洗手 挺好 挺好 不是 大姐让你洗手 在外面是砸肚子 洗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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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昨天 我昨天来大姐 大姐洗手 大姐干净了 干净了 你看这屋 我手上多干净 初次见面 官大哥 对高大姐 让他进门就洗手 这事挺介意 而高大姐呢 觉得大哥人不错 就是在这穿衣打扮上 有点不太满意 但俩人都想再了解了解 可这刚一落座呀 官大哥就说到了 大姐的个头问题 他可能一米五多是吧 我一米五六 我也不穿高尾鞋 一米五多 也不能有啥玩的 对不对 你要个高尾鞋 那行 我觉得后半生就度过 这晚年就好好活 什么高尾鞋的 我都没想过别人的 我是谁挑的 你知道吧 我都没想过你 挑谁高尾鞋 你让你找个多高的呀 那一米六八 一米六七 那一跟你不 你找演员一跟你不 你得多钱 你不花钱 你不娶人哪 没有钱一跟你嘛 现在都现实社会 你知道吧 现在赢 这说到身高问题呀 两人起了一点小争执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高大哥又主动说出了 自己工资低的问题 我是两天嘛 工资少 工资少 但是大哥现在还在 那个送米面以后 还有煤气罐吗 那是个坏事的 一个月五六千块钱 那都没必要了 那都没必要了 主要是工资 别的没有用 大哥你哪这么不自信 不是真的 你供应这 这每个月不还是干点活啥 这行 这你就算行了 每个月五六千块钱 这两千多块钱 就不害人感觉 有那个原生在一起也可以 知道吗 给你打工 因为一千块 二十三 那帮也不好 我不帮那儿 咋两个女孩 你也得交一万多吧 一万多 吃宝现在不到一万二 那你对他这个 还得给女儿 交吃宝这事 那我倒不管 跟我都不爱的事 我跟谁都是 我都臭对心也 就钱人都无所谓 就觉得两个人都对心就可以 这人行 这人啥 啥挺好 说话老哥 人情挺懂的 听了高大姐的这番话呀 关大哥瞬间 对高大姐的好感度倍增 可就在这时 高大姐也主动提出了 自己的顾虑 我没有退休金 没有 那几年不是都行 买老包吗 买我没买 我那时候个人 打工得做点小生意啥的 那还得买 买服装啥的 那还得买不行 那人买他现在 有点钱我买老包 这我有老包 我又不能多给你花 对不对 其实也是小的 你老包哪能不帮你 当初买老包你应该买的 那都没有用 就买了 那时候谁想的 我就一个女儿 不过现在 一个女孩也不用了啥 人家那也得上班 得挣点儿 家庭得有点儿 心也就够滑了 我自己我能活 我也不止你活着 对不对 大姐的女儿每个月还得起 我女儿每个月都给我三千两千 就得知道姑娘 那咋的呢 她姑娘有钱 多钱都得给她妈妈老包 这非常重要 有点考虑以后 对于高大姐没有老保这事 关大哥挺有想法的 尤其是当她得知 高大姐的女儿每个月 还额外给大姐生活费时 关大哥更是觉得 大姐这钱还不如拿去交老保了 两人在交不交老保这事上 想法没能达成一致 所以关大哥决定 今天的相亲就到此为止吧 那两个人就做个朋友吧 对 有事了以后又回上帮忙啥 你那些年吧 真应该买老保 真应该 哎呀我用不着 老保都应该到我身都无所谓 老孙芬蓉62岁 上偶矿物局库管员退休 退休金1800元 家住辽园 住房面积60平方米 我给你扒个橘子吧 特意买的呀大姐 特意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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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照看呢就是七年 女儿时常带孩子来看她 肖大姐会买点菜做点好吃的 倘若她自己一个人在家 就经常吃咸菜对付 这是我腌的咸菜 这是小薄荷 小薄荷 这个摊里头是那个鲜黄瓜 是健康的姜豆角 平时我 平时不得 不得 整的少不得节省点嘛 这小薯草 上次的就五毛钱一斤 哎呀这么点小薯草啊 你看这小薯草吃的也挺好的 你说是买菜也买便宜的 买便宜的 买富买贵 反正是一个月挣多少钱 不到一千吧 肖大姐说 她最初在矿物局服务公司 做库管员 后来单位解体 自己交了社保 现在之所以花钱这么省 因为肖大姐 还要给儿子交保险 叫人寿保险那个嘛 四千 四千多块钱 四千二十万 儿子让你交吗 我说的 刚开始我说给她买这个了 她说别买她自己买 你说儿子也不需要你 你也得交这个人寿保险 这啥钱她还要给交 也没给儿子花啥钱 平儿子都给儿子挣钱去媳妇 其实花点花点吧 交几年了呀 交四年了 那咋不行的 把这些钱攒着养老呢 养老 我这不有老板吗 也要开始给我花 儿子 先交了呗 她那个 这不是在街里买个房的吗 买个房的花二十多万不到三十万 等她那个过两年她条件好了 她就各交 小大姐说儿子自打工作后 也没怎么让自己操心 可天下父母哪有不惦记子女的 虽然到了这个岁数 但还是希望能给儿子尽分力 如今老伴已脑梗趕趋势12年了 现在外孙子也脱手了 小大姐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后半生了 就比我高点的呗 个头是吧 长相一般也就行呗 那在公司三天左右就行 我看这个啊 我看这个啊 我看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萧春柔 这个是官发和大光 你好 你好 个性 好 你说哪有个地方 平米挺大 造的 百个人 你看她马上一走到 能给踢翻 这个 这个 那个吧 你看 这个亲子 舍不得呀 被写了 被写了 我都写不好 主要 多少年不写了 写了 是这个 写挺好的 写挺好 挺好 嗯 嗯 多少年我都不写 写挺好 肖大姐觉得 官大哥这毛笔字 写得是真不错 肖大姐说 看来啊 这官大哥是真热爱这些 而且啊 还真有两把刷子 肖大姐也对官大哥的 这些小物件 产生了兴趣 好 这个是个好的 这个啊 所以你戴上康了 你戴上康了 你戴上康了 戴不上 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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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头没动静呢 按一下就这样 按一下了 看了 啊 照什么 人家反应 我看看啊 我看看啥样 这就是小白脸放大点 点一下就行了 现在要 这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走走走 看舞蹈吧 通过两人的互动 关大哥和肖大姐 也逐渐熟络了起来 肖大姐也觉得 关大哥这人还不错 关大哥主动向肖大姐提到 给女儿交社保的事 肖大姐这边会有啥想法呢 叫社保 就社保 你不交到他没有老板 从那俩钱带给姑娘 交养老保险 那你说咱现在不是 也给儿子交那个那啥 那我认识那个不交可以 他个人交 那得一万多他呢 三万多 三万多呢 没有 上也不干了 我能交啥了 交不起的 那刚才不交这两天 妈到三年都是养老吃饭的 人大说你要交 要不会交还不好 女儿也不让你交的是吧 哎呀 俺家家老是说 俺家小了回头说 那上也不用你交啥 我说不交他将来咋的 将来我就管了 这两天 两天多个人老保呢 就是吃饭了 就吃饭吃饭了 生活用品嘛 那如果我要是排除这些 大哥这个两千八 你觉得够不够两人还 那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通过了解 肖大姐觉得 关大哥的退休金够两人生活 可肖大姐还想在晚年和老伴去旅游 那关大哥这边会怎么看呢 趁现在能走还出去旅旅游呢 溜的溜的来 像我就旅游了 我说你说卖鱼游 这些活你都能旅吗 旅游 找老伴人家要想出去玩去呢 你能跟陪出去 你干这个你必然就没有时间出去 是吧 等你再大约十年 交完养老保险呢 再去溜的去 那你要能走到我还不一定能走到呢 肖大姐说 之前忙于带外孙也没时间去旅游 现在已经退休了 外孙子也脱手了 他也想出去走走 而关大哥这边也表示啊 还没到说走就走的时候 两个人的相亲啊 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好 是管桂华这里的 你好 到底 还找绿了 不认识你 不认识我 认识大看儿跟我 你好 红娘小菊 管桂华71岁 现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两千多元 有双宝住女儿房子 我原来和姑娘在一起了 孩子也说了 这么大岁数了 又给我们擦地 又收拾屋子的 你多累啊 就说让我自己想给点福吧 那这房子是孩子们给你买的 还是自己买的啊 房子是姑娘买的 管大姐说啊 自己之前一直跟女儿一家一起住 一起住时啊 管大姐就闲不住 老想多帮他们干点活照顾他们 后来女儿为了让她多享点轻福 再轻松点 就单独给她买了这个房子 就是一个姑娘条件好 所以有的时候姑娘都贴过你点 嗯 对对 完全是 完全都是姑娘贴过 我公司不动 姑娘家条件好又孝顺 管大姐说啊 自己的工资基本不动 吃喝拉撒全是姑娘管着 说起这些 管大姐表示啊 很欣慰 你之前还在退休的啊 我在那个什么 南光区那个气动元件厂 啊 气动元件厂 啊 气动元件厂 我在那做会计工作来的 管大姐说 自己做了一辈子 跟前打交道的会计工作 所以对于花销方面 很会精打细算 尤其是在自己的穿着方面 那是能省则省啊 有件衣服能穿好多年 这个衣服穿多少年了 这个衣服也挺 也那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保存这还这么好 就是还十多年的 都是 我这基本上都是 十多年了 对对对 一双鞋也是能穿十多年 是吗 这个就是 这连十年了 这鞋都穿多少年了 这也就是八九十六年了 现在这那刻都多年了 这皮鞋都是十多年了 这也十多年了 这都十多年的玩意 没有那什么 你呀 穿的真结实 我穿的东西都一点也不老 一件衣服能穿十多年 一双鞋子能穿十多年 管大姐说啊 除了自己穿着不费以外呀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老伴去世得早 自己得节省着花钱 把姑娘抚养长大 她在单位吧 就是也是招待那个 就是是客人下的 她还喝点酒 然后她就得的是老出去 美的 完了这么说就把她那年才四十七 四十七岁 管大姐说老伴在四十七岁的时候 因为脑珠血去世了 老伴的离世给她很大的打击 足足病了一年 然后管大姐就一心朴实地挣钱 能抚养姑娘长大 也从来没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 完了然后我不就带我这个姑娘嘛 我带姑娘完了我就没考虑 为什么说不能考虑 我就说还怕 你心意识不好人怎么办 就一举就没找 那会儿是怕你找后老大 对姑娘怎么办不好啊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意思 完其中就没有 哎哟 那时候说在于 人家给我介绍的都挺好的呢 明明在北京那个啥开三处买卖 管大姐说为了女儿 其实她错过了很多姻缘 但她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现在姑娘幸福了 对自己也孝顺 所以她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现如今管大姐说 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洒脱 没事听听音乐唱唱平剧 就是她最大的乐趣了 也挺喜欢唱歌的 是小学的时候吧 我也是在学校的 那个合唱团 咱就是出风头的活 那你上单位的时候 这是在唯一方面咋样呢 唯一方面也行 你要是真是说 过年过节啥的了 完了给大家唱一会儿什么的 那都能 对啊 唱名剧的 唱金剧的 那我都能来两句 你还都能来一下 你像这个什么 那个是《红灯记》那个是 《红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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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也好 也好 好 那什麼 供她給整的那香酥兒 給你們介紹介紹 她是管桂華 然後是比林 請坐吧 演員咋樣 咱們說呢 也算學吧 也算行吧 還有不滿意的地方 她想說的 實話實說 體型小點 我感覺她說實話一點 反而還特別瘦 反正就是沒感覺這麼說 兩人見面後 李大哥表示 對管大姐還算滿意 就是覺得大姐有點瘦小單薄了 而管大姐這頭呢 覺得李大哥看著有些蒼老 演員有點沒達標 不過兩人都表示啊 想再繼續了解了解 我姐姐79歲 是啤酒廠 啤酒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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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老伴過世十四年了 挺早 多點時候我是演員 是平聚和經聚 我是經聚作科 後來是平聚 劉立明啊 和那個什麼 你跟他們讀書嗎 劉立明死了 劉立明沒了 死了 挺瘦的 王八零 王八零 張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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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都有 你們說的這些都是誰啊 平聚 都是平聚團的 對 為啥大姐只把大姐也喜歡唱平聚 平聚 反正我也能唱兩句 我現在是大的也不行 你是宅派 你是宅派 我也沒有 沒有 你看一說這些人 我都知道 你是平聚團 你經聚團 誰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你倆那會兒聊得還真的 還挺不記憶那會兒聊得 對對對 喬兒我一肚兒 不認識我怎能嫁他呀 我夸著小狂兒 忙把那喬來下呀 我最會呀 我看自己找佛家呀 他還知道花枝 這個還知道 還知道 還知道 還知道這花枝 這還有點模樣 有點對 來個陣燒花 好 陣燒花 當時是沒人放演的 沒太演的 京劇演的 後來一日到平聚 去年幾日 此門中 人面桃花香櫻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已久 小春風 還是人家什麼 人家這歲數這麼大了 人家那麼啥 你掌握的腔調 還都特別好 咱們不行 對於李大哥會唱平聚這點 管大姐表示 兩人在興趣愛好方面 還是比較投機的 隨後管大姐也主動地 介紹幾了自己的情況 我現在沒有什麼負擔 就是我女兒一個 人家我的錢我的工資 我也不懂 全是姑娘 購買這個買那個 對 我不花錢 你工資是多少 我工資是兩千多 我沒有女兒 沒有啊 應該 應該這麼大歲數 應該要一個 我37歲結婚 歲數大 37歲結婚我愛人 他是愛好體育 七七年我們倆結合了 等七八年三四月份 他就說 他就說 他說 李烈我給你上了一個事 我說什麼 他說 局裡啊 他不一樣的情局管 把我抽出來了 抽出來以後的 練球 我說好啊 有吃有喝的 我說去吧 他說你看我懷孕了 不想把孩子打掉 來一點再要 我說打吧 就這麼一句話打了 他也挺挺的 這醫生蠻也夠可憐的 沒有自己的兒女就是 聽完李大哥沒子女這事兒 管大姐說啊 心裡挺不好受的 也很同情李大哥 隨即啊 李大哥直接說起了 想倒插門的事兒 我這個所謂老話說 倒插門的 我的房子沒有了 我現在租的房子 一月六百五 他們二位去了 這倒插門 我姑娘堅決反對這個 你說這個就是想上我家來就是 就是跟任何人不能上我家來 我家的房子呢 我姑娘嘛 不希望我那麼做 我為啥說呢 就說要是那啥的話吧 就是真跟誰說的能有緣了吧 也得她家有房子 把姑娘扯上來 大家都互說八道的 姑娘算個啥 你還是做不起家 是你的房子算個啥呀 不是 但是這樣那兩個家都挺好 我壓根兒 我就心裡最好 我一看見大面我就想法 就是她現在現有的情況 哪怕是75歲呢 我也就啥也不說了 知道不 還是說來道去 還是就差這個年歲 你七九八十年的時候 不行 那差太多了 那就是咱就打到回主吧 是不是謝謝您了 沒事送門了 宋彥華七十歲 退休金一千五百元 現居住地長春市 有雙寶散偶 管大姐好 宋彥華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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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就是上過咱們原來不晚節目 因節儉會過日子 而被大家記住的宋彥華宋大哥 那不知道今天他跟管大姐能否有緣呢 自己呢 開眼嘛 看眼嘛 看眼嘛 趕不趕進 自己想一個男童之外 挺好 挺好吧 你看那小船給你鋪的 你看那小路的 那兒子是誰啊 那兒子 那兒子是誰啊 那兒子都笑了啊 你倆的年齡都差不多 你六十幾啊 我那個啥 七十一 收回給 那製成是今年七十二 對 我屬兔的 屬兔 差一尾 差一尾 你滾人 挺好的 還行 還行啊 一個屬性不行 另外比我大也不行 另外太瘦 我想找個有胖一點的 咋還得比我小幾歲的 還行 那人家可是不在乎錢啊 人家也能生活貼伯你啊 我跟你說大哥 你早給你介紹 我給你介紹倆 甜甜給你介紹一個 是不是最後都差在錢上啊 又差機會又差這個 人家可不差錢了 你這個東西沒有十全十美的 哪有長得還好的 然後還能給你貼伯你生活的 沒有 她這個屬性我也害怕 說虎的這個是要勁 或者是要勁 都這麼大歲數了 再咋的還能像母老虎一樣啊 兩人剛一見面 管大姐這頭 對宋大哥居家過日子方面的能力 還是很認可的 宋大哥這頭呢 對大姐的體型 以及比自己大一歲 屬虎這幾方面有點介意 不過經過紅娘的一番勸說呀 雙方都決定再給彼此一個 深入了解的機會 過日子反正是 不是大手大腳的 買啥東西 所以可以說 我家附近的超市 我都得走個遍 我得看誰家最便宜 上誰家買的 我不是說 我到一家了 到這哪個就買 我沒有那師父 不僅這樣 大哥還能自己做鹹菜 做酸菜 就是 反正過日子的這個事 反正都是面面具道的 挺好的 大姐還有一樣 特別的會過日子 為啥這麼說呢 就大姐那個衣服啊 都是能穿到八九年十多年 鞋子一般十多年 十多年 十多年 也不會 她說她會過日子會節省 這是她的優點 對於會過日子 節省著生活這點 兩人對彼此都很認可 隨後 管大姐也直接表明了 自己 對經濟方面的態度 我的工資少 我自己交的社保 和你們單位退休的不一樣 一千五 今天不是漲七十多嗎 去年還不夠一千五年 錢壓力我們 我在考慮挺好的 我對那方面還不怎麼回事 她都是行的 只過日子就這樣 宋大哥說 管大姐對於經濟方面的不在乎 自己還挺滿意的 只不過到現在為止啊 她還是比較介意 鼠香的問題 尤其她那個鼠香 以後就容易 就是過了一起 容易打仗 打仗過日了 你看大姐的心腦脾氣這樣嗎 皮脊皮嗎 她那看那個五官 她脾氣指著爆 她不能說實話 你還會看醬嗎 大哥 她指著不能說實話 就她這個屬性和她的面相 指著脾氣爆 一直對管大姐 屬虎這事耿耿於懷 覺得屬虎的人脾氣都不怎麼好 屬虎的脾氣都不能好 脾氣都爆 脾氣最好 那你可這個不一定的 反正就是說 那個要是那個屬虎得多的話 也得有什麼事 你屬啥裡都有脾氣不好 你不能說都脾氣不好啥 我脾氣還行 不要脾氣 我隨口的人 我不是現隱的事 那我頂脾氣是啥啥東西 我不頂 聽不聽說大哥 可不是所有屬虎的人都脾氣啊 是 都不一樣 有的 就像你屬兔的 就像我也屬兔 你也屬兔 是不是看我 我脾氣就非常的緊 屬兔啊 誰要是不順著我 我就不行 屬牛啊 都挺好 也都挺好 咱倆的性格是不是 那我 那我跟你性格差不多就不 那所以說呀 所以說就是說 屬兔的別人看都比較溫柔 但是屬兔也有性格 所以這個你不能跟屬兔去評價 一個人的性格 是脾氣大還是脾氣小 這個性格 都是跟生活環境 然後工作環境 然後原生家庭 這個又管理 這個又管理 親朋好友也跟我說 你找老伴 找啥不能找屬虎的 你找蛇呀 蛇叛兔有一個顧願富 你找是羊 屬羊 羊是最文猶 最善良的 這是一個屬 你不能找屬虎的 屬虎的過日子要見 啥事他都得 你都得聽他的 他說的不對 也是他的對 所以你找啥 你不能找屬虎的 但是你自己 親自嘗試過屬虎的嗎 我那都沒有 對呀 你只是聽別人說呀 你沒有嘗試過呀 我就是老爸屬虎的 是啊 所以你不能聽別人的 還得是你自己 親自嘗試明白不 就即使你跟這個大姐不成的話 以後你再找 你也不能光聽別人的 你得自己去感受 自己去判斷 還是不行 還是想不開 儘管紅娘 一再地跟宋大哥解釋啊 脾氣大小 性格好壞 不能按照屬相來定論 管大姐也一再地表示 自己性格很溫和 脾氣很好 可這宋大哥 就是油煙不盡啊 還是覺得管大姐的屬相 自己接受不了 這是屬相吧 我還重視這屬相 屬虎的脾氣暴 屬虎的 就是我不是指著你一個人說的 但是在我家親戚朋友都跟我說 屬虎的要尖 就他說的對也是對 不對錯了也是他的對 你得給他尖 對於宋大哥的最終態度 管大姐表示自己能接受 就在要離開宋大哥家時 管大姐突然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正好我黑松江那個妹妹她來了 完了 但是她沒有工作 好像也沒有工作 那過日也是 一點都在挑 她今年六十八 人兒長得也挺好 要是想幹嘛的話 完了 我自己給她領著也行 你要給你妹妹領的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不是 你要同意的話 沒事 你要同意的話 我就給她領著吧 完了你們擦著 不是 你一定是啥 你一定叫你過日子 該的是吧 我第一次在鄉親現場 是跟你倆說 我沒送我場 大姐要給自己 那一堆家裡大姐 沒事 好人嘛 那你看你也不能說 咱說這人人挺好的 你說過日子各方面啥 這人品 一瞅著人就挺憨的 那你說就差點 這碗人 你說我也不能做的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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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